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看锻炼批判思考破解中华话术的节目 那这两天的大事呢是阿辉辈过世了 大家心中非常不舍 而且怀念悼念各方面的评论讨论也很多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谈这样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他们说阿辉辈的说的都对吗 这是我们锻炼批判思考的一个主题 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给他一个second thought 就再想一想再深入的追究一下 这样说对吗 他们那一种观点有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 这一类的事情 这基本上就是批判思考应该做的事情 那其实呢我们大家都共同的心情 对于阿辉辈都心里非常的尊敬 感念 我还听到有朋友说天佑台湾 有阿辉辈能够帮我们顺利的 不流血的从威权的戒严的时代 度过到民主多元自由的时代 这些我都非常非常的同意 事实上我心里面对阿辉辈也有一份尊敬 从昨天下午我就练习阿辉辈这个称呼 因为你知道非母语学来的闽南语台语 常常会不标准嘛 我大家常常讲 我说你说台语的闹闹闹闹闹的 那我其实没有把握没有自信 但是我平常不在乎 因为我都相信说发音不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讲英文 像阿扁讲英文有一个台湾腔 我都觉得很好 不会像马英九就嘲笑说 你这个英文都不地道 英文讲英地道干嘛 所以我一直觉得语言的发音 不是最重要的 现在要讲的是阿辉辈的名字 现在叫做明慧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涉及我们对阿辉辈的一个尊敬 所以我今天如果这个阿辉辈的发音 还是不太对的话 请大家原谅我 那闲话表过我们就来讲 关于他们对于阿辉辈的评论 讲的那些都对吗 那我今天讲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一般的评论里面 有一种评论呢 我把它叫做埋伏说 它意思就是说 阿辉伯呢 是埋伏在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台独分子 潜伏很久很久 终于最后啊 整垮国民党 这个我把它称为埋伏说 那第二个呢 就是高手说 就有一种说法呢 说阿辉伯非常厉害 我自己也常说 阿辉伯就厉害 很厉害 那不同的人讲厉害 会有不同的意味在里面 但是其中有个共通点 都是讲说 阿辉伯处理这些 他们党内啊 或者是整个政局里面的各种纷争 或者是说 讲的难听一点 就是权力的斗争 他是一个高手 当然没有人说阿辉伯是大内高手 大内高手是专属于宋楚瑜的 没有人说阿辉伯是大内高手 但是从某种角度 讲来讲去 本来目的是要推崇阿辉伯 说他功劳很大 贡献很大 那他能够妥善地处理好伯存等等等等 但是越讲就越神 越神就会变成 最后就好像说阿辉伯这种政治操作 不要讲操作难听 政治运作 那叫好听 叫调和鼎奶 讲难听 叫做摆平各方的手段 非常高明 我把这个叫做高手说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都靠他说 因为讲到后来 常常很多人都讲说 如果没有阿辉伯的话 台湾今天还在什么戒严统治时代 如果没有阿辉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当我们用如果没有阿辉伯这个角度去推崇阿辉伯的时候 那他就变成一种非要靠阿辉伯不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把它叫做非他不可说 好 今天我们讨论这三项 那先从第一项讲 埋伏说 那其实我一直不觉得 阿辉伯是很早很早 从很早从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不要说台独分子 他就是一个台湾的本土派 台湾的主体派 他就是非国民党 他跟国民党就是冒合神离 他潜伏在国民党里面隐藏的很好 甚至于骗过蒋经国 能把他指认他为副总统等等 那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包括我这一代人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本土意识 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观念 其实我们都没有 我们小时候绝大部分的人 除过少数的家学特别渊源的朋友 比如说田秋景 他们家因为他是田医师的女儿 他们家当然不一样了 可是即使是田秋景也跟我讲过说 他小时候对他爸爸的很多坚持 他也是不太理解不太谅解 因为他爸爸要求田秋景他们在家里 不准讲国语 不准讲中文等等 那田秋景小时候他也不太能够谅解 因为大家要知道 国民党的统治是无所不在的 没有人可以逃得脱的 那我也不觉得阿辉伯 他天众英明到这么厉害的地步 他从小就是一个国民党的反对派 国民党的反派分子 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对的 恰恰相反 真正可贵的不是你老早就知道 国民党的邪恶的罪恶 比较可贵的是 你在那种风雨不透的党国的教育之下 你还能够觉醒 你还能够慢慢的 绝对不是一戏之间的 你还能够慢慢的 慢慢的发觉说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然后你内心有很多的挣扎 就是今日的你跟过去的你有很多的挣扎 然后透过不断的努力 自省 批判思考 最后你站到对的一边去 你发觉国民党必须要改造 我觉得阿辉伯应该是属于这样的人 那阿辉伯的名言现在是说 我不是我的我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说我不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他有两个我 一个是他过去的那个我 一个是他追求未来的理想性的那个我 这两个我之间 常常有的时候出现的是旧时代的我 有的时候出现的是新时代的我 他在这两个我之间走出他自己的道路 这才是他真正值得我们钦佩的地方 那如果要把他讲成是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家伙 那我觉得这种讲法 其实都是中了中华文化的毒 因为中华文化很喜欢把个别的人神化 本来也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有很多小说啊 拜官也使啊 当他们讲故事的时候 就越讲越神越讲越神 那最后你想不信都很难了 那在这个越讲越神的过程里面 因为没有经过批判思考 很多事情就会受到扭曲 真的价值就会受到损坏 这个是讲说这个埋伏说 绝对是不对的 这个埋伏说其实还涉及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当然就是蒋经国了 那埋伏说是说蒋经国被李登辉骗 那但是我觉得事情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据现在的这个文献出图啊 说李登辉上过一百五十次的蒋经国的个别指导课 也就是蒋经国叫李登辉去谈话 据说有一百五十次多他们两个一对一的 没有外人在场 他们到底谈些什么其实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很多话我想李登辉在他日记里面他也不敢写的 但是我们合理的推测 蒋经国当然交给李登辉 交给阿辉伯 非常多关于国民党里面的内幕 他们里面的派系 国民党里面各个人物的思维模式等等 我相信这都是蒋经国会交给阿辉伯 但是你要想反过来 当他两个人这样亲密的互动 而且能够互动一直延迟下去 通常当两个人想法有益的时候 那就是讲没有几次就翻脸了嘛 或者虽然不翻脸但是也懒得讲 跟你说不通了 就是蒋经国会那么有兴趣的 跟阿辉伯讲那么久 那表示他们言语至少是投机的 你不要告诉我说 这是因为阿辉伯很会伪装 假装都听命行事 我不相信阿辉伯是这种人 他要装他也装不下 但是他会愿意听 他不喜欢听的话 这个我觉得我相信 但这跟刚才讲说 他故意伪装这是完全不一样 那如果他们两个人的交谈 有某一种真诚的意味在内 我也不敢讲说都是真诚的 那如果有某一个成分的真诚在内 那就不是蒋经国会交给阿辉伯一些事情 相反的阿辉伯一定也会交给蒋经国一些事情 我一直认为蒋经国的晚年是有转变的 人是会转变的 人是会改变的 那像马英九现在国民党这些人 或者是早期的好不顺他们国民党这些人 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基本上不够诚实 我是说对自己不够诚实 不是说对人民不够诚实而已 那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思考 批判思考的能力 他们看事情往往没有办法看到 抓到事情的本质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事情 就是关于中国情怀 因为我父亲是从中国来的 我非常了解一个有中国情怀的人 他的感受 他的整个思维的模式 我非常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老国民党员的 那我说我非常了解他们 但是像马英九好婆村这些人不太一样的 蒋经国是远比他们更厉害 或者是说更有能力的国民党人 这个事情呢 李登辉跟蒋经国之间有个共通点 他们都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寻陶 蒋经国是在莫斯科留学过的 那阿辉伯呢 年轻的时候也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义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非民族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就是他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或是苏联人或是芬兰人 对这些事情看得很淡 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对抗压迫者就是资产阶级 他们是不分国界的 像中国共产党这样 一直强调民族主义 中国人多么伟大 这完全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非常相信蒋经国 相对于国民党里面那些老家伙们而言 蒋经国是比较能够接受台湾本土意识的 意思就是说 既然你反攻大陆没有希望 你就应该在台湾扎根 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园 这样我不就背离了我的祖国中国吗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 都没有祖国情怀 当然还是有 蒋经国当然有 但是相对于国民党里面那些死硬派而言 在这个民主的认同上 国主的认同上 马克思主义者空间要大的很多 这也是我相信阿辉伯 他最后 他只是一路慢慢转变慢慢转变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坚决的 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台独分子 这个只是名词的意思而已了 那实际上 阿辉伯当然就是一个台湾派 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我觉得蒋经国晚年也是慢慢的转变 因此蒋经国会指定李登辉当他的副手 这件事情应该是出自于蒋经国内心的一个判断 也是出自于他们两个人的一个交往和交流 一个互动的结果 那么那种阴谋论 应该都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点 讲埋伏说 第二点呢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高手说 说阿辉伯 他就说他很会搞斗争啊 用南丁的话来说 但是我觉得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回想一下 在野百合学生运动的时候 当时我也在现场 我已经不是学生了 但是我也在现场 那当时我现在印象到还很深 当时现场 野百合运动在中正庙 在自由广场的那个现场 唱的歌 里面有一首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当时对于李登辉 学生们还有台湾的进步知识界或本土派 基本上都是把阿辉伯当成国民党的代表人 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本土派的 所以野百合运动基本上是针对阿辉伯的一个抗议 说他还在包庇那些老国代 那些老立位 那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这就是那个当时的笑话嘛 说蒋军国临终的时候 这话讲不清楚 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那别人以为他叫李登辉 就把李登辉叫来 所以当时还在唱这个歌 在嘲讽李登辉哦 大家还原历史的真相是这样 那所以呢 阿辉伯在当时这个局势之下 他其实面临的是两难的局势 就是他继续靠拢这些国民党的那些传统派呢 还是他去追求民主自由 为台湾开冲一个不同的未来 这个在他来讲是有挣扎的 那其实阿辉伯他面临的是外在的 他们党外的国民党之外的 当时就叫党外运动啊 党外的这些 台湾本土派的民主派的这些 很大很大的压力 包括学生的压力 那所以阿辉伯最后选择 到野百合学运的现场去接见学生 我相信他内心是有很多挣扎的 所以阿辉伯这一路上处理这些 他们党内的纷争的各种事 现在故事很多啦 又他跟宋主瑜怎样 这些故事听听就可以了 我觉得真实的情况应该就是 在那种情况之下 一方面阿辉伯面临着党内这些外省 中国派排挤他 因为这些人就是看不起台湾人 这是没有什么好包庇的 他们就是这样子 我非常明确 他们对于李登辉会取得大位 就根本上认为他是一个过河阻子 用完就丢的啦 他们认为蒋经国任命一个台湾人当副总统 这只是要安抚审级情节 并不真的这个台湾人可以接续大统 他们绝对不相信这件事情 那阿辉伯是面临他们党内 中国派的这些压力 那这个当然有权力斗争在内 就是阿辉伯他要不要掌握他手上已经有的权力 还说他就还给他们自己就当做个过河主席就算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阿辉伯以他一贯的真诚 真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真诚追究真实的这一种个性 这种性格 就是他无法接受 说这些几十年不用改选的立委和国代 还窃据着民主的殿堂 帮国民党擦纸抹粉 表示国民党还是一个民主的政权 这件事情 是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能接受 这就是当面说谎 指鹿为马 你好歹指的是鹿 他是指老鼠为马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这种事情我觉得阿辉伯先天上是不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也不见得就是他多么的崇尚民主自由 多么的热爱台湾 在那个时候搞不好都还没有这些概念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就当学生们说 这些老国代应该下来 应该要改选 不应该这用大陆时代 选出来的家伙当作我们的民意代表 当学生们这样看 阿辉伯以他真诚的心 他会想说学生们这样抗议 我实在是无言以对啦 因为人家说的当然是对嘛 只要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无言以对嘛 只有马英九这种人 当时马英九就是反对国会改选的家伙之一 他们一票人都是这样 只有他们这些没有脑筋的人才可以指路为马 如此之面不改色而心安理得 阿辉伯跟他们的差别就是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所以他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慢慢的靠向民主自由派 慢慢的接受党外运动者 而不是他一开始就跟党外的人就是好朋友 我绝对不相信这种事情 阿辉伯跟我们一样都是在台湾受教育长大 虽然他有去过日本美国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去过国外的 那这种党国的教育 他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偷下来 我们在前面第一点已经讲过了 那因为他没有那么快的 把他身上的那些党国的因素拿掉 所以他跟这些党内的这些保守派 顽固派在一起沟通啊 或者是讨论啊 或者是攻防啊 他对他来讲这是很自然的 这不是什么高手 因为他本来也就没有那么的反国民党 在那个时候 他的反国民党是一步一步的反过来的 我觉得这比较是历史的真相 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上 没有办法讲很多具体的资料 事实上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也没有做过那么多研究 但是批判思考的本领就是 你想事情不一定要完全靠资料 你要先去推论 先提出理论 然后你再去各种资料里面再来佐证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你不妨考虑我今天提供的观点 你们自己去做研究 那我最后跟大家讲 第三点就是 都靠他的这个说法 是不对的 第一个不对就是 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理想 不应该有个人英雄崇拜 这不是要否定阿辉辈的功劳 相反的 我们如果认为说 没有阿辉辈 台湾就完蛋了 你这种说法 阿辉辈本人都不会接受 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我们要适度的看出阿辉辈的功劳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功劳说成只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台湾的前途 流血奋斗的人 自古以来 络绎不绝 倒了一个又起来一个 倒了又起来一个 从日本时代就是如此 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停止过 那阿辉辈 因为整个的时代的姻缘的忌讳 他站在那个位置上 他刚好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这是毫无疑问 而且他发挥了正确的影响力 而且他发挥的很有技巧 这都是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没有国民党之外的 这些民主运动者的前辈 我们所谓党外的前辈 比如说从最早的 黄信介啊 现在都很少有人记得了 康宁祥等人 如果没有这些人 那台湾才真的没有今天 所以呢 当我们考虑推崇阿辉辈 功劳的时候 不能忘记 台湾今天的成就 是所有台湾人 共同努力的成就 这个所有台湾人 包括那些都还没有自觉的人 在里面哦 台湾的很多大部分的民众 对政治是冷感的 我说在比较十年以前 虽然他们在政治上是冷感的 他们也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 甚至于投票都是投国民党那种 那种很坏的国民党的人 这些一般的百姓们 他们对于台湾今天的民主自由 也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决心 可是他们作为台湾土地上 跟这个土地一起奋斗的人 他们尽他们的本分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作为一个人的一生 建立这个土地上 努力 这份贡献 也都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最后呢 我要提出第三点就是 都靠阿辉北 这个说法 其实是要再考虑一下的 以上今天跟各位谈了三个点 那对不对呢 因为我再说一次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从批判思考的 基本方法学的角度 我觉得今天谈的以上三点 大家可以认真的参考 思考一下 下次再会